圆明会推动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 但是在玉里镇内包含普什格在内的四个部落 用地选址困难重重进度停滞不前 而先议员林玉芬特别召开专案专切追踪 结合立委政天才协助地方公所以及部落早日争取辟鉴 地方公所配合圆明会推动一部落一聚会所政策 第一面临的就是用地问题 先议员林玉芬高度关切 召开专案追踪进度 也结合立委政天才寻求解决方案 这个事也是修正的 我特别要求之前的营卷署 把这个都市计划公司用地修正 增列一个部落机会所 所以这个程序就不必等五年的通盘建议 只要是这个有需要多多机会所就可以就可以做 预理政包括普什格 吉拉格赛 大概 南米赛以及少数部落头目干部 努力争取但用地没着落聚会所始终都是个梦 南区县运员不分袁翰也同心合一来协助部落 因为最需要是政府所一定要编列预算 编列预算 这个钱一定要先准备好 我们要处理土地 要更加上面讲的土地和坚决 这个是要比较快一点 这个族群大概有十个族群在我们疫症 那我们其实我也可以跟医理政部署这里看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的少数民族群的一个进会所 那我也希望除了我们公所跟我们的县补 严民住这个集群的话 有找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感觉 能够去量级配合一下 真公所简报说明四个部落聚会所用地作业进度的同时 对于后续聚会所围管与使用 先议员林玉芬再次重申聚会所场域基地对部落的重要性 它是成了一个产业经济的一个基地 这个部分还有我们文化老友所养这一块 也能够在这里一起 在我们的经济的这个部分提升之后 能够再回归回来 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老人 我们的老人文化健康站 不能够跑让我们的乡亲在外面工作 能够可以安息 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聚会所 富豪然出多寡的一个期待 就是这样 也希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地 能够让我们文化 运运的文化能够运运不断的流传 那也因为有基地 我们也有信息在这里 做更多的工作跟任务 完成更多的使命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 能够一起来努力 把这个聚会所信任起来之后 能够也能够回归管养航 能够对于我们所有部落的人 能够来使用 然后发挥更大的效果跟领域 这样子 地方公所、县政府、国产属与林业属等 相关单位 针对各部落聚会所 所面临的用地问题 逐一讨论意见交换后 也让玉璃镇这四个部落聚会所 用地问题获得进一步的解决 后续如协调承租户、用地捐赠等 相关作业 现议员林与芬也将持续追踪推动 协助部落来解决 能够早日辟见部落专属的聚会所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